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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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我们大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内容 像例如说我希望各位先简单的学会就是说里面可能会有文字 然后表格或者是一个快取图案 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排版 然后再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这里面已经有制式化别人帮我们设计好的一些 这叫什么呢 这叫商业模组 商业的模组 就是在这里面呢 它叫做一个广告 广告里面又有更多的那种广告的形式 就是提供给我们去做参考 那在接下来 我还是希望说 那我们就简单的透过广告 它既有的一些 不管是页面组件或者是广告 我们改一改改成我们 我们要的 在接下来呢 我们还必须要去学会就是说 例如说一个简单的海报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来就是去看一下 例如说这个影像 好 这个简单的一个海报 海报 那其中像 例如说这个要特别说背景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要去说那个框线 上下框线的应用 还有像例如说 这个地方是指我的整个背景 直接换成我要的图片 好 那我想这个叶框 叶框也是同学可能会询问到的 另外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我最后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在整个页面里面 整个页面里面 它其实它可以去控制 控制我们的一个框线的设定 好 那我们稍后再跟各位来去分享 首先 然后最后我就再跟各位谈 合并列印 也就是邮件的部分 怎么样把海报 例如说寄给别人 怎么把电子报寄给别人才对 不是海报 应该是电子报 如何寄给别人 可是如果是在网路上 网路上 我们制作好的海报 它是透过什么方式给别人呢 它应该是透过就是发送到脸书或推特上面 或者是反正就没有line就对了 然后呢 怎么样去把它 然后透过line行销 透过脸书行销 我们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先安装Note2的字型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印象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面的字型 它其实是很有限的 而且这里面的字型呢 你看来看去中文字型 中文字型 从上网下去看 它就只有姓名体 标凯体 以及真黑体 那如果说我们在设计海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有更多种字型 这个时候真的请这样建议各位 我们可以去安装免费的中文字型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把它抓下来 我放在什么地方 当你今天你要使用 当你今天你要使用的时候呢 那您不妨就到 我告诉各位的一个网址 就是我有提供免费的一些 例如说 线上的影片 还有范例 讲义 产品等等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到我的网址 那建议各位到了这个网址之后 到了这个网址之后呢 像我们今天是第二天的课 所以你要找 例如说 海报电子报文宣设计 这里面的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 里面 应该就可以找到那两个字型 好 这一个 稍微记住一下 Note2 思源 然后sense sense sense sense是无的意思 后面那个s是serive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下载这个字型 因为这个字型比较漂亮 好 所以我们就点它进行下载 那你等一下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我们的第一磁碟基底下 或者是你的随身碟里面 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回去 这是第一种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去免费资源 使用免费资源 使用免费资源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安装免费的中文字型 然后接下来呢 免费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稍微去看一下 这边什么16个合法免费高品质字体 好 还有繁体中文字体免费下载 这边是不是通通都有 对不对 主要重点我是要介绍这一个啦 思源黑体 思源黑体的免费自行下载 然后它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啊怎么样去做一个下载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您要善用网络 然后得到这些的资源 然后进行 例如说什么字体的下载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这些资源都放在网络上 就提供给各位来去使用 好 那就麻烦请各位先下载 先下载到我们自己的低磁跌记 啊 他说还没有下载完呢 不过上次你们应该下载了吧 93 94 总共120多 应该快了啦 应该快了 主要就是用那个serif字型 因为sense 思源的sense字体 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漂亮 没关系 你慢慢下载 我先教各位安装 我先教各位安装 因为这都是免费字体 所以只要装一次就好了 好 那画面借我用一下 我教各位如何装咯 当我今天我下载下来这一个字体的时候呢 我们当就是要把它安装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 怎么安装 首先我们先挤压缩 它现在是在 当我下载下载下来 当我们就打开这个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点选下载 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可是我还是比较倾向建议你们 最好是 因为这边的下载是CD底下的内容 所以它会随着关机就没了 好 当然啦 我建议你们就复制 贴到 例如说自己的低磁叠机 底下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压缩档解压缩 解压缩全部 然后解压缩到这个地方 好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几种字型 其实你可以稍微 稍微 怎么讲呢 你用这一个方式来去预览 就是 左边 左边这是字 左边这个字 字体 好 例如说这边有一个字体 然后 这个字体里面的字 有没有觉得比心性明体好看 跟标凯体好看 好 还有这种字体 这种字体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里 这里 有看到吗 这个字跟这个字 好 有看到 好 应该这么说 这个诗原字体不是Google的吗 怎么会出现的字是什么 是 微软 不想要各位有没有看到 制入性行销 好 OK 我只是 只是 请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我们也可以改成什么 我们也可以改成 那个 呃 例如说 台风 迎客 北 雨 半茶 就叫台北 好 来 不好笑 来 我们看一下 它有这几种不同的字体 可以给我们去做参考 那现在应该你会比较请向希望了解 怎么安装 安装字体 从 因为我要安装就一口气把它全部都装好 所以点选 这个档案 shipper 这样按住 再点到这个档案 我一次就选到了7种 7种 noto serif 字体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安装 所以请点安装 然后接下来它就把它逐一的装进去了 装进去之后 例如说我刚刚这个 这个publish 我们先 例如说关掉好了 我重开 我重新打开 例如说在这边点选windows 然后所有程式这边 然后publish 例如说我随便开一个新的空白的 例如说当我在这边我随便输入一个文字好了 对 你们可能也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当我今天我要直接打到这个框框里面一刚开始处 按一个空白键就进来了 这件事你们必须要知道 就是word它是不是在第一个就是在左上角这边会一闪一面 publish不会 你必须要多按一个 就是一进来的时候按一下那个空白键 它就跑到这个位置了 这上次忘记跟你们分享 当然啦 你不用刻意知道这件事 你是不是也可以制作一个文字方块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输入 台北市政府工训处 好 例如说我把这几个字稍微放大一点给各位观看 观看这样子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字是什么 星系名体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去使用这个 note2的字型 note2 例如说我看这个 note2 好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中文字型 只是我觉得说我们比较常使用到的是 思源 思源字体 我就介绍给你们了 好 所以请你们把它安装起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安装 还有看看简单的一个使用 毕竟